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林洪森出手加价不到十万成交 大约每平两百二十到两百四十万元 现在房市是真的比较冷却一点 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有工作可以做 还是要做出业绩 有宏泰小王子之称的林洪森 现在自己已经出来开建设公司 豪气出手买豪宅 这户法拍户债务人就是毕翔董事长吴蒋清明 是创办人吴毕翔的前妻 曾经被列为台湾十大女富豪之一 现在还住在法拍地堡里 本来会影响到法拍行情 但是还是吸引林洪森 加价买下 护盘欲未浓厚 如果有占用的情况之下 它的法拍价格应该是比市价低十五%到二十%左右 正常的拍卖价格可能在一百八十几万左右 算是合理 不过近期豪宅市场话题不断 还有建案传出单价逼近三百万 吸引台商回台扫房 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些成交东西 我们都是 我对我来看的话都是五个字 就是祝福跟祈祷 房价市场景气低迷 尽管最近出现零星交易 在专家眼里像建商在护盘 是否真的回温恐怕还有待观察 三地讯息人古高书邱子玲 台北报道 我看到了